如果是字典的話 像前面那個一個DICT這個Dictionary 那我們基本上會用字典裡面的兩個方法 哪兩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用GET GET的話呢 只要給Key 你就可以取得它的Value 所以特別是GET後面 就是你如果GET後面加一個參數 就是它的那個Key 它就會把你的Value給抓回來 所以我們剛剛這個題目裡面有沒有 我們有用到兩個GET 為什麼有兩個GET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從那個 我們的這個JsonEdit裡面看到 在這個Object裡面 它就有個叫這個Reout這個Key 那我就從這個Key就可以取得它裡面有沒有 所以喔 那我為什麼用GET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它的這一層裡面就告訴我說 它是大瓜糊 那大瓜糊的話理論上 那個Reout就是一個什麼 它就是一個字典啦 我應該可以知道這個關係吧 OK 所以你如果知道這個關聯性 那你要 就會知道用對的方法 那我就GET它有沒有 那再來的話它裡面是什麼 它裡面也是大瓜糊 所以呢 它下面的東西 所以它爸爸是有沒有 所以它兒子啦 裡面 是大瓜糊 那理論上它就是字典 所以如果你要抓這個什麼 抓這個Record Record時的話 那一樣用GET就可以了 所以為什麼用兩個GET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它們都是放在字典裡面 所以如果你要抓它裡面的資料 那我們就用GET 那你想說那為什麼最後用LIST 因為它裡面告訴你什麼 中瓜糊有沒有 而且後面有數字啊 這個數字是算是比數啦 總共有幾筆資料 375筆 有沒有 所以我們後面就用LIST 那這個LIST裡面的話 所以我就先把這個資料 先放在LIST1裡面 那這個LIST1裡面呢 就有375個這個LIST 有沒有 那這個LIST裡面的話 它裡面放什麼 它裡面 放的是大瓜糊 它裡面是放字典 所以其實這個結構算是非常複雜的 所以第一個講這個 基本上那個難度已經相當高了 對同學來說 如果你假設前面對於那個字典 對於那個串列 不慎熟悉的同學 恐怕頭會很痛 怎麼會這樣 OK 不過慢慢的 只要搞懂 你會發現原來就這麼一回事 反正看到什麼 我給什麼 用對的方法 自然可以解析到我要的東西 OK 所以呢 我們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就分別 把程式給對應關係寫出來 所以用GET GET這一個 第一個 甚至你可以直接把這個複字貼過來 第二個 這個複字貼過來 然後它裡面是串列 所以我用串列的方法去把它GET回來 所以理論上的話 我再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那個 就是把 那因為呢 這個串列裡面都是 放的是一個字典 那字典裡面呢 我只要什麼 你會把KeyValue 我只要後面的東西 所以呢 我這個程式裡面呢 才又加上一個例子 1 有沒有 點Values 的這個方法 你想說點Values什麼作用 其實你們可以看那個 這個 這個 雲磚白板的第五個單元 或者 第五個單元的第37頁 其實這邊也有相關的介紹 其實 這個點Values實際上就是 抓什麼 抓那個字典裡面 冒號後面的所有東西 OK 所有東西都幫我抓回來 那 我全部抓回來的話呢 那會有個問題 我抓回來之後 它其實還是一個字典型態 所以喔 如果假設外面沒有 再包一個 這個外面 假設齁 我就直接 List1 中括阿虎I 然後呢 點Values 意思是說 幫我把Values全部抓回來 那先丟給List2好了 然後呢 我把它Print出來 那你會發現呢 Print出來的結果齁 它會是 因為呢 它裡面是Value 不 那個字典 所以你會發現它出現的話 是一個 字典 Dict 底線一個Values 意思是說 這個不是串列喔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當串列 使用不行喔 那怎麼辦 很簡單 我們最後其實你會發現 外面會包一個轉型 轉型的一個 一個函數 叫List 這個List呢 實際上就是把字典 轉型的Value 的形態有沒有 轉換成 標準的串列 所以執行出來的結果 才會是正確的 你會發現前面就沒有那個 有沒有 這樣的話就是 這個 所謂的串列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再把這個資料怎麼樣 假如說呢 我要存檔的話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 目前大概已經接近我們要用 可以用的狀態了 那只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呢 要存檔 特別注意喔 在Python裡面存檔 其實相當簡單啦 大概就是 再多個 五行程式大概就完成了 那所謂存檔的話 當然第一個啦 我們 我們奇怪是這樣啦 那你那個存檔要存哪裡 所以我先跟他講說 我在這個底下 增加一個敘述 就是我先開一個空的檔給他 然後呢 物件名稱也許叫F好了 F等於Open Open呢 我先存檔的話 一定要先跟他講說 喔 你的那個存檔的檔名叫什麼 那因為我的副檔 檔名跟副檔名都要給他 比如說我這個名稱也許叫什麼 乾脆 取叫做 跟這個一樣 這個名稱叫什麼 人口密度好了 比如說 人口密度.csv好了 ok 所以我就在這邊先open一個檔給他 好然後呢 副檔 記得喔 有檔名要有副檔名 點csv 然後呢 再加一個豆點 跟他講說 我要把它寫出去 所以再加一個w 如果讀的話就r啦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 他就先建一個空的檔 目前什麼都沒有啦 那再來的話 當然我要把東西寫出去 所以寫出去的話 就變成要用f這個物件 變什麼呢 他裡面有個方法 叫write write的話 把裡面有一個 所以呢 我們要寫什麼進去 那目前我們還沒有把東西串起來 所以呢 我們先寫個空的好了 假設s好了 就把它寫出去 不過目前s是空的啦 所以待會的話 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上面這個list2裡面的東西 全部串成一個s 然後把它寫出去 記得最後要關起來 因為 如果你把它存檔完畢之後的話 記得要把這個物件 從記憶體給close掉 所以呢 你就打個f.close 那這樣的話 就完成存檔的動作 那最後呢 再加一個動就是 我要如何把 上面的list2裡面的所有東西 全部串起來 變成一個s的變數 然後把它寫出去 這個動作其實是最重要 那我有個關鍵的地方 就是說 我們如果csb 有前面講過 它中間一定要加豆點 然後呢 尾巴一定要換行 所以喔 我們如果說 要串這個的話 第一個啦 習慣上會在for回圈上面 寫一個s的初始值 等於先空的 裡面呢 當然習慣上是先加藍位名稱 我的習慣是藍位名稱後加 那藍位名稱的話 我們可以從這邊 他有提供給我們 那我們用中文好了 把上面的那個藍位名稱 你會發現 他這邊總共有 五個藍位名稱 我取那個中文的部分 把它貼到那個s OK 如果不切OK嗎? 看上面OK嗎? 清楚嗎? 還是我切一下好了 再來的話呢 我就是先把s裡面 先給藍位名稱 所以第一個 第一個藍位是要統計年 第二個藍位叫區域別 然後中間記得都加豆點 然後最後記得 要手動再加一個換行 那換行部分的話 再來就人口數 然後換行的話 就反斜線N 然後這個要自己加一下 這五個藍位名稱 然後呢 在最後加一個反斜線N 意思就是我要換行 有沒有 藍位名稱換行 然後呢 再來怎麼樣呢 再來就是說 把資料放到裡面去 那資料怎麼放到裡面去呢 一樣串在s裡面 所以s等於s 自己本身 再串接什麼 串接這個 列12裡面的 12345 五個東西 或者你用s加等於也可以 這是兩種寫法 然後呢 因為呢 因為呢 我們有五個藍位 所以我建議你可以用format format的習慣做法是 先給格式 格式的話呢 就是我要五個藍位 所以五個大瓜糊 就五個藍位嘛 然後後面記得 反斜線N 有沒有 12345 五個東西 然後我再來的話 就是點 後面加一個format 再來就是加什麼呢 因為前面有五個大瓜糊 所以我就再把五個資料放進去 那這個五個資料 其實就是呢 list2 這個串列裡面 的第一個資料 有沒有 list2 其實這個列出來 就list2裡面的資料 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 list2 中瓜糊0 所以format 先丟第一個給他 然後第二個的話 豆點 然後在list2裡面的1 所以其實可以拿這個複製一下 改一下就可以 把這邊改成1 然後呢 一直被推 後面的話 就是總共五個藍位 所以01234 所以到4就可以了 然後把這個兩個 一起複製好了 這樣比較快 這樣有沒有 在這邊把它改成3 這邊改成4 那也就是說呢 這邊我們用format 分別前面就是格式 它的格式就是 一 二 三 四 五個東西 中間加豆點 然後呢 再把這個資料呢 分別放進去 一個蘿蔔 一個坑 所以其實format 我覺得用在這邊 蠻好用的 當然你如果說不用format 你可以用串接 我是覺得串接很麻煩 串接你還要考慮到要不要轉型 有些是數字 那你一定要轉成文字 很麻煩 算了 你用format完全不用考慮 所以我覺得format的好處 就是可以讓你怎麼樣 很專心的格式歸格式 資料歸資料 兩邊分開處理 ok 當然呢 在python 以前的敘述也有百分比符號 不過我慢慢發現 百分比符號慢慢會被棄用 因為好像官方說法 它就慢慢不support這部分 它建議你用format 我覺得它有道理 我覺得format非常好用 ok 好 那這樣的話基本上就完成了 有沒有 所以喔 我們就是再 先加一個什麼 存檔的動作 三行 所以以後如果你記得喔 存CSV非常簡單 先加底下三行 再來呢 把上面的資料串起來 然後呢 再write出去就ok了 所以理論上這樣應該寫好了 那寫好之後的話 我們來測試看看 這樣有沒有成功 執行看看 如果沒有錯誤訊息的話 那表示應該是寫出去了 他跑一下 喔 這個時候寫出去 確定一下有沒有成功的話 那你們可以到那個 根目錄底下找找看 我是放在 因為我有建一個資料夾 專門放我們的程式 我看 python 喔 這裡 我是放在這裡啦 那你們可能找一下你的根目錄 如果不知道放哪裡 你存檔看看 你存檔的路徑就是了 我在C疊的 python的2021這邊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下 就會有一個叫 人口密度.csv 有了 OK 大小大概14k 還蠻小的 點兩下之後打開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出現了 統計資料 A到E欄 這邊就有了 那當然呢 如果你想知道 到底哪個 縣市的人口密度最高的話 其實就是什麼 直接 用那個什麼 資料裡面的排序 Z到A一下 也就排出來了 那你可以看到 目前看到結果 全台灣那個 人口密度最高的 在哪裡呢 在永和 所以前十名的話 分別就是永和 盧州 然後台北市的大安區 大安區人口密度 然後再來就是 高雄的新興 板橋 然後三重 大同 松山 新莊 大概這幾個地方 OK 那我們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就可以把我們要的結果 給做出來 當然你想說 老師 那將來是如果要開啟 要排序的話 除了說在ECL排序的話 你也可以什麼 丟到資料庫 排序也可以 再不然你也可以什麼 後面我們會講到 用Pandas也可以 Pandas也有排序功能 只是說 如果假設 就是說你的需求 不是說一定要全部程式化 沒關係 你可以一部分 用Python 爬 一部分的話 你可以用ECL 其實倒也沒關係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把這個資料 爬下來之後 然後呢 記得存檔 所以剛剛其實 程式 不多 再增加幾個地方 增加 就是 我剛剛講 第一個 下面這個程式可以先KEY 這三行 然後呢 再KEY欄位名稱 記得喔 這邊一定要換行 反斜線 這個一定要 因為常常忘記 然後呢 再把List2裡面的 總共有五個欄位的資料 分別就是丟到 這個大瓜糊裡面 用Format分別把它丟進去 全部串在一起 存檔就OK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這個程式碼 在哪邊可以找得到 一樣喔 你可以再到那個 我們雲端白板裡面的 第0601裡面的 我看一下 在這裡啦 其實雲端上 我寫過的程式 雲端上你們應該都找得到 可能慢慢習慣一下 會是在 這個 這裡 應該是在23頁的地方 23頁這裡啦 就會有一個 我剛剛寫的這個 就是 有沒有 存檔是 倒數後面的 這三行程式啦 OK 所以 所以你甚深也可以把它拿來當範本啦 以後 大概不怕說存檔就這樣啦 就是 先存檔 然後呢 給欄位名稱 所以這個地方 上面這個部分是 給欄位名稱 然後呢 再到回圈裡面呢 把資料呢 全部再串到後面去 那 記得喔 最常會 忘記的就是反斜線N啦 所以喔 這個地方記得一定要 反斜線N 那我建議 還蠻推薦用FORMAS的 如果你不用FORMAS 當然以前 你用串接也OK 如果串接真的很麻煩 很容易 忘了轉型 那用FORMAS 其實就蠻清爽的 所以你會發現喔 基本上 後面很多地方 程式我都用FORMAS啦 你也不要覺得奇怪 但如果你不習慣用FORMAS 沒關係 你可以用你習慣的寫法 改沒關係 反正只要程式 不要寫錯就好了 所以盡可能啦 我的寫法 盡可能就是說 我想一個比較簡單的 盡量避免我會寫錯程式的機率 那這樣的寫法就是好的寫法 OK 當然最好是你習慣的寫法 好 那請各位 試試看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也許請各位 再找另外一個吧 再來底下 除了那個 人口密度之外 底下還有個什麼 紫外線這個應該比較簡單一些些 還有iTai1這個 iTai1這個其實也可以練習看 iTai1這個資料相對比較多 紫外線這個我印象中好像 資料相對是比較少一些些 他這個資料裡面呢 假設我希望呢 把那個紫外線的即時 這個監測資料 而如果我希望喔 可以一樣把它轉成CSV的話 Json轉CSV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喔 你可以套用剛剛的方法 其實大體上差不多 所以第一個的話你可以 找到那個查詢資料 就是 Json裡面的瀏覽次數 由多到少 你可以找一下 應該是排在第四個吧 如果你這個排序沒有錯的話 理論上應該第四個就是 我剛剛講的 就是紫外線的即時監控資料 那 你去試試看喔 把剛剛的那個 範本 拿來套用看看 那裡面的話 基本上喔 你可以看到啦 他這個紫外線的即時監控資料 點擊進來之後 一樣會有一個Json 檢視一下 那點開來的話 他會另外跳出這個畫面 有沒有 這個就是他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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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on裡面的 資料 資料 就在這邊 OK 那當然如果你看這個資料喔 覺得看 看得很頭痛的話 一樣嘛 你可以把它Ctrl A 然後C 再貼到哪裡呢 貼到剛剛我講的 那個 叫做Json Editor 你可以再點擊那個Code的部分 把剛剛的全選一下 然後貼上就好了 反正就是把那個 Json的東西貼到這邊來 然後再切到 Tree 他Code 再切回Tree 他就自動告訴你 那我們要的資料 基本上就是在哪裡 Object裡面的 所以其實喔 這個沒有那麼複雜 好像Object 這個Object底下 會有12個字典 有沒有 12個字典 那12個字典其中 有一個Record Record 他少一層 那這個Record裡面的話 就會有100個 100個串列 那這個100個串列裡面的話 又會有7個欄位的字典 哇 所以喔 他其實就是字典 串列 字典 所以常常遇到啦 Json就是這樣啦 裡面不外乎就是字典 不外乎就是串列 所以如果你對那個字典跟串列不熟 我說真的 哇 那你根本完全沒辦法 但是如果你熟的話 我說真的一看就知道怎麼解了 有沒有 如果是字典 用Get Get那個Key就可以了 那如果串列的話呢 用List去取得就可以了 不外乎這樣喔 所以其實這個結構甚至 比剛剛的來的簡單喔 主要當然你最重要是抓到那個要領 而且要看懂那個有沒有 上面的關鍵 大瓜阿虎啦 跟小 跟中瓜阿虎 反正搭配起來齁 你會發現啦 程式真的不多啦 試試看好了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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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